画猫咪时,毛茸茸的效果是怎么出来的? 一分钟我来教会你 先把生鲜纸用清水打湿 底色用淡墨与其他颜色画出猫咪身上有颜色的毛发 黄毛用黄色,黑毛用黑色 注意白色部分要空出来,不要画哦 底色画完后,用浓墨色画出来猫的深色斑纹 要注意跟随斑纹的形态去画 等干后,再用浓墨勾画出眼睛与瞳孔 眼睛要画得圆圆的,大大的哦 然后用三七色渲染出眼睛 再用白色把眼睛的高光点出来 嫩嫩的鼻子与嘴巴用鼠红色染出来 最后再用白色勾出长长的胡须与眉毛 这样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就画好了 学会了要点赞关注哦